鼻头国小位置面山靠海拥有丰富的大自然资源 其中鼻头鱼港更是整个渔村文化发展的重要据点 为了让学生体验在地文化并结合英语绘画 带着孩子实际走访鼻头鱼港当起一日小渔夫 学生们直说真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却非常开心 我们去了鱼港然后我们三个高年级有去到船上 让我了解到了当个渔民有多么辛苦 而且了解了所有设备的使用方法 还知道了那些设备有多贵 在地文化是让我们孩子建立在地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邀请了我们社区的老师呢 三位社区老师来介绍我们的渔船的运作设备 以及让孩子们了解这个渔夫的辛苦 爸爸妈妈的辛苦 那也让孩子去学会钓鱼 因为这里钓鱼才是很重要的一个休闲活动 但也是我们这里重要的一个产业 当然最重要就是在做这些活动以前 我们让孩子建立很好的安全概念 有当地里长介绍渔船内部的设备 装置及运作方式 接下来让孩子登船 探究渔夫捕鱼的作业流程 还有资深渔夫钓鱼教学 从鱼饵的装置到使用鱼竿 然后实际到海边钓鱼 并结合双鱼教学 让孩子可以轻松开口介绍家乡环境 我们也这次特别加入了英语的部分 因为在地以后呢 我们要让孩子有国际化 我们希望孩子学会基本的英语 然后在外国人来到台湾的时候 也能够用英文来介绍 我们在地的这些渔产 这些渔获 这些海上生活的部分 消防表示了解在地文化 是让孩子建立在地认同 很重要的关键 因此则是特别邀请社区的 骑老和渔民担任老师 介绍渔船设备及运作 让孩子们了解渔夫和家人的辛劳 也让孩子动手拿钓鱼鱼竿 甚至加入英语的部分 让在地文化有一天可以透过语言走向国际 孩子未来遇到外国人 可以用英语来介绍家乡特色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